为爱尖叫 大家好我是The Night 刘雨昕 最让我难忘的时候 是530的出道夜 刘雨昕成为《青春有你》第二季 The Night 组合第一名 会感觉有很多人在支持你 其实你每一次的表演 其实大家都是看得见的 就会有一种有被看到的感觉 我觉得每一次看到大家的支持 其实会让我思考 怎么样才可以不断地 有新的东西带给大家 想要在大家能看到我的地方 就想让大家看到一个新的我吧 我觉得现在算是实现了 但还需要在现在这个阶段 继续加强 我觉得学无止境吧 就一定要多去学习 然后站在更大的舞台 结果还蛮好的 然后出来的效果 也是有更忙的 想要有更多的舞台 还有想要有更多的作品 还有就是潮牌吧 嗯 是我第一次开实体店 首先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 因为如果我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 我对我自己来说我是不会去做的 对 因为穿搭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的事情 然后也去那个节目学到了很多穿搭的理念啊 然后开店的一些技巧 这种要不要试一下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从来没有穿过皮 你要不要试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的 毛你先试试呗 快到冬天了嘛 我来试一下这个 我感觉这个球有点大 潮流和穿搭都是自己的审美 怎么穿开心就怎么穿就对了 希望有一天可以开自己的潮牌店吧 去了潮流和穿人这个节目才知道 真的是每一行都很不容易 当时那个节目是 给我们直接是设计好了一个店在那 如果是要自己开店的话 其实会更难 做潮牌这件事情会让我更加坚定 优优独��